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圈 右手压着大腿动着的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书印 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 从那个右臂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视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书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书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这个派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 修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日日落了 一个二次豆腐 啊啊哦哦哦 日日落了 一个一块 犯人 Preven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这种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是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 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破贪着口水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 就是有一些人贪执别人的口业 那么这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因为分辨和口业都是从人的身体里面出来的 他的因是唯一的因 就是这个因是 那这样的话 为什么是贪着口业 而不贪着分辨呢 这个没有理由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以智慧来详细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深厌恶性的 就是女人的身体当中的 说出来的这些分辨呢 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呢 不管是贪心再大的人呢 就是没有人去接受 而人为的所有的这种口水呢 就是会吸化而引用 那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这两者的真正的这个因呢 其实是通过人的吃饭 喝一些饮料 然后在这个身体里面 经过消化系统 然后有一部分呢 它已经消化了 就是像那个血液啊 肌肉啊 以及口液等等 就是这些呢 已经得以消化以后呢 变成这些物质 然后有一部分呢 是不能于是消化 然后变成了大小片啊 等等 这些物质 那这样之后呢 我们其中的这一部分呢 认为是自己可以享用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的这个唯一的因 是这个因是 没有这个因的话呢 恐怕这个科业 分辨都不会有的 可优优独播剧场—— vague认识 使用一切合理的烟感木点 ağab弹 这个消息死亡相对散布 我们现在有一些不知的这个事 沙爆状 突然之间 有一点问题是因为 对这些人的购物 我呢 我想到购物 我看你帮你 我需要因为你帮我 是啊 我只需要你帮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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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要喜欢别人的这种口水的话 那为什么是不喜欢大小便等一些不警物呢 这也是同样的女人的身体当中出来的 但是很多人呢就是根本的没有啊就是喜欢就是所谓的这种不警物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明星啊什么样的这种美女啊但是呢就是从来没有就是听说呢就是他就是喜欢就是他的这个分辨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习惯就是在世界上就是没有这样的习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种 这种就是执着啊就是执着啊就是执着这个引起的如果我们真正就是通达了就是心的这种本性的话呢就是不会有这样的这个这种贪欲 如果通达了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这些结构啊物质啊他的这种本质的话呢就是也不会这样的贪置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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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一个雄词呢 就是谈者这个说出啊 这是不合理的 就是讲这个道理 那么他这里呢 就是有可能个别的人这样想的 我对这个女人的其他的这个身体部分呢 就是不是特别的贪执 就是像口水之类的 或不一定贪执的 但是呢 我对他的这个说出啊 就是很想就是拥抱他父母他 或者是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身上的这种柔软而光滑呢 就是对我带来一种快乐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但这是这个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这样的这个说出 如果详细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什么克制的贪执的 就是没有什么 因为就是贪于这种强烈的人呢 就是不应该就是贪执 就是女人这个身体而所带来的就是这种接触 如果你要这个贪执 非要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很光滑 很柔软啊 就是很舒服啊 那这样这个像的话呢 那你不如呢就是非常柔软的 就是木面就是做成的这种这个呈脱啊 那这个呢就是始终都是摸着他 抱着他 就是那里面都是就是全部是那个 像一些这个高级宾馆里面的一些柔软舒适的 一些这个烤店啊或者是是是摈脱的话呢 那就是更舒服 更清净就是 那为什么不这样呢 那那个时候呢就是把别人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这个虽然说很这个舒服的 但是呢就是他就没有这个女人的这种这个身上的味道啊 就是没有这个味道 所以呢就是当然这个这一句的话呢 就是可能有两种解释方法 就是第一种解释呢就可以这样说 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木面针呢 就是虽然是很光滑的 但是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女生的这种这个味道 就是女生味道呢就是有不共的一些这个味道 就是所以呢我贪执他 那你这样贪执的话呢 其实你不是贪执这个他的所处 就是你贪执就是他的这个味道 贪执他的味道的话呢也是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下面呢就是也会这个分析的 就是下面就是什么 《弼等成虚王》 《弱勾未尽等》吧 就是在《智慧品》里面也专门有一句话就是 因为你这样的这种想法和那个说法呢 就是完全是不清净呢就是看着为清净 痛苦呢就是看着为这个快乐等等 就是全是颠倒 个人的一种颠倒执着 什么事啊 我也想到这种心里面 都还在这种心里不是 人吗 这个或者是不重地的 刚刚我听不懂的 这种心里就是 从这种心里的 照片的作品 就是二十三人 那一种心里有什么 这么像 那么我真的 这么多心里来 是不是 那些 不过 就不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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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的呢 他们说 木面城虽然它是很光滑的 也是很柔软的 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无情物 它放在床上 它不能与它作不尽心 难以变成圆阳美面 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 所以世间上贪心再大的人 一般这些无情物对它来讲是无其余死 所以说这个是不合理的 反而有些可能贪欲强烈的人 他自己找不到自己所爱的人 然后用木面城来满足他的欲望 恐怕是对他也是生起极大的怅恨性 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那么这个中文当中呢 就是直接没有这个折破 就是对方的这个观点 但实际上呢 就是像那个加斯区啊 就是有些论师的这个诸书里面呢 就是已经这个加以折破了 就是对方的这种观点 就印度的一些论词的讲义里面呢 也就是加以折破 加以折破的时候呢 就是说就是你这样的这个认为啊 就是这个 就是与这个女人呢 就是一起这个共享这个娱乐 这种这个想法呢 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颠倒的 就是这是颠倒的 因为呢 就是这种这个快乐呢 始终都是不存在的这个缘故 就是通过就是这种方式来这个分析 所以我们要分析的时候呢 首先要知道就是别人的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 就上上下下的 所有的各个部门就是各个部门呢 就是就是详细观察的时候 找不到呢就是一个这个清净的地方 就是所以从这方面呢 就是也加以观察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身体啊 不管是你那个 一起这个享受这种这个世间的娱乐啊 就是通过各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 真正是像涅槃那样的 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种究竟的快乐呢 就是在别人的身上是得不到的 只是这个一瞬间的这种乐数呢 就是也许是有的 但是这个呢也不究竟的 没有这个实质的这个意义 所以呢就是乐数呢就是不究竟 很大忽然是也许是有的 对到美国的游行 就跟银行黄分析了 那我是不聚的 是神经理所得到的 现在就不能离开 再说嗯 都离开 去吧 我不是说 你这种国家的 所以你那我就 我可以说 是的 我不是这个 小兽装的 你不是吗 那我不是这个 我帮你 不是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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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些人如果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上面的这些不清净的这个事物呢就是我并不是很欢喜的我生起厌恶之心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既然你不喜欢就非常不清净的这种物质的话呢 那么就是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哪有这个干净的地方啊 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呢就是一般来讲是一个大的这个框架就是骨架 然后这个骨架呢就是用什么东西来粘在一起呢 就是用那个骨架和一些那个金螺呢就是用这个就像绳索一样就是把几个骨架呢就是全部用这个传练起来就是粘在一起 然后这个中间呢就是有这个血肉啊还有一些龙水啊然后有一些那个肌肉啊等等就是这些呢就像是我们就是做那个框架结构的物质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水泥啊就是沙士啊就是分就是混 就是做这个混凝土就是然后就是一起这个形成一样的那么就是整个这个身体呢就是大体方面是一种骨架 骨架呢有一些金螺链子然后呢就是有不净的这些这个血肉呢就是上面就是覆摸着啊就覆摸着那这样的一个成分呢 不管是外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装饰品也好没有装饰品 我们为什么是就是贪着它就为什么是链着它呢就是不应该的 很多就是贪欲强烈的人呢就是认为就是女人这个身体是非常干净的 只要这个拥抱的话呢那么就是绝对是一生当中的一种这个快乐 其实呢就是这也是根本没有这个观察就是如果详细观察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也是就是就是绝对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质和意义的 但是对这个色语就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出家人在家人 作为修行人来讲是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直是贪着的话呢 那始终是自己的解脱者一定会是有有有有障碍的 因此佛陀在《妙花莲花经》里面也是说了说是这个 最后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被这个叛行作用 然后始终很多修行呢就不能成功的 所以龙猛菩萨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修行人 尤其是对这个出家人呢就是也有这个要求啊 要求是什么样说的呢 就是灵异磁铁 婉转严重 不以善行歇斯女舍 就是宁可呢就是用那个燃烧的这个铁啊 就是就是铁板呢就是什么那个铁杆呢就是可以插入你的眼睛 就是这是一辈子的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很很严重的 但是前往前往呢就是不能以这个贪心以色心呢就是 就是歇斯这个女舍就是 那么作为这个女众出家人和女众有些受戒律的人的话呢 也应该就是可以这样想 就是想起了就是佛陀的对这个教言 就是有些龙猛菩萨的这种教言呢 明开于心的话呢 经常在这个受戒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大家也会一直正知正念 öl电视频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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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